我今天白天做了一件事 我怕你怪我 怎么了 你别怪我 我不带你 我给你看个视频 好 你怎么去了 我下午打了电话 他没说这话呢 你今天听他说什么吗 之前 工作上要注意 第十年 要有本球 要好好地 要继续休息 刚好有这些事业 从后上 要 面白Grade自己 我 我这家人来些是有了 哎呀他今天说了这么多好汉 好嘞 他哪句话让你听得最窩心的感觉 他好好吃药 对 爱吃药 我听到这的时候也觉得 哎呀好乖啊 就像一个小孩那样说 妈妈你放心吧 我再好好写作业 那种感觉 是的 是因为我爹 他有时候 他有时候 不是我跟你说了 他有时候不记得吃药 打电话 第一件事我们总是问他 药吃了没 对 因为他有糖尿病 又有高纤压 又冠心病 还中过风 然后他走路喘气 你看他说话还是有喘气 还有慢煮肺 我刚才弄了很多药回去 他有时候脑记不住 我看到在餐厅那个墙上 非常清晰的 中午是什么 早上什么晚上 要什么药 那是我妹妹写的字 是你给发过来 然后她给疼下来 疼下来 然后贴上的 对 这是过年 我妹妹回去 招呼她的那段时间 因为我妹妹也是 我也记不住 对 她把药都拍给我 哪个药怎么吃 然后她就再写成 你遥控的 然后就是说 早上吃啥 晚上吃啥 我当时跟爸爸说 我说 你要不要拍个视频 晚上我带给老二看 然后她说行啊 你们什么时候去的 下午 那你这个采访会 对啊 哎呀 我下午跟他打电话 他都没做生呢 那他理解我呗 那他真是 他没说 啥话都没说 我说药吃了没 现在血压血糖怎么样 他都挺好的 你放心 哎呀我说老人去身上 人就是特别心疼的 是 哎呀太感谢你们了 没有特别感动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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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